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号弥撒仪式后教宗却突然脱稿问候中国信徒 还呼吁要当好公民先起外界关注 因为这一举动被视为向中国示好 希望放宽对宗教的限制 中国信徒们拿着照片含泪夹到送别 就能看出北京对天主教的长期打压 让他们深知可能不再有第二次一睹教宗的机会 其实这回北京当局已下令主教不得出席 教友也不准前往蒙古 导致部分偷偷前往的信徒 挥舞着五星旗的同时 却戴着墨镜和围巾 安忧身份曝光回国被清算 对此教宗向中国喊话 其实不必担忧天主教会影响北京政权 对比这回访问的蒙古天主教徒 只有1000多名 中国却有1200多万信徒 这次的选址除了要传教 试图暖化对中冰冻关系 动机明显 只是教廷先生出感染痣 恐怕还得看北京接不接 华市新闻综合报道